市長請問一下,今天上午是不是有召開這個通盤的檢討會議 那目前針對空屋後面要怎麼進一進 對,我想 第一個就是,如果在現有的機制運行之下 是可以完善的 那問題就會出在該負責的人並沒有把機制運行好 所以所有的檢討都是必要的 昨天我已經要求一個星期之內提出檢討報告 該負責,該懲處的一定會懲處 所以我親自可以追蹤這個案子 那另一方面,其實我也說過 寧可撈過界,不要三不管 寧可管多,不要管少 也就是當責的心態是公務機關最重要的指導原則 講白了,就是所有人在工作崗位給我雞婆一點 另一方面,在現有機制的檢討,今天早上 我已經要求莊德副秘書長邀請所有相關局處 來進行各機關協調通報會議 所以今天早上八點就已經召開 那我們看到現有的運行機制之下 其實都是仰賴人員他主動積極的心態 但是如果發現,當看到異常 但是尚未符合災害定義的事件 就容易發生系統失誤 所以像這種看到異常或異常以上災害未滿的情形 我們就已經一律要求各個機關 不管是不是主責機關 其實大家就要即刻的通報 做到複視通報 就像前天晚上1999已經發現異常 我們回報給主的居處 但是在災防群組卻沒有一則訊息 所以一場以上災害未滿情形 一律要求,不管是不是主責 一律通報,做到複視通報 那主的機關第一時間即刻去處理 回報,橫向聯繫 提供給市民朋友應有的資訊 市長早安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空氣品質的問題比較嚴重 那很多網友都很關心想說 問說為什麼市長昨天晚上沒有通報市民 我想最重要 昨天下午 這個我們後來了解深坑這邊工廠發生了大火 所以釋放出來的各項物質 造成了濃煙 那所以第一時間我們也跟新北春華寶局聯繫 那後來告知他們發生火災 然後這個在下風處 包括新店到中永和 以及有部分到台北文山區這一帶 所以我們台北春華寶局 也到文山區各個點 了解是不只在現在這邊 包括在萬方社區到政大到三星中學等 總共16處 我們進行空氣品質的監測 那所以這個部分 花寶局有做相關數值的掌握 但另一方面我想最重要就是 環保局這邊在第一時間 我想必須要趕快的做說明 也就是透過新聞稿也好 社群媒體社群平台 官網等等 釐清各樣事實 盡快的跟市民做說明 我想這個部分 絕對不應該拖延跟怠慢 另一方面 台北跟新北本來就是一日生活圈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行政區的不同 因為空氣是不會有這樣的區別 都是民眾會第一次感受到 所以我想我們一定是全力協作 全力來面對 而且接下來緊急應變的作為 第三個我想跟大家做報告就是 昨天我們也包括 學校家長也好附近的出戶 他們的反應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提醒 民眾就是 就是在接下來 我們盡量減少外出 那如果這個可以我們戴上口罩 另外我們今天一早 趕快到學校 因為我們非常關心 孩子一早上學的情形 所以包括我們跟校方了解 他們昨天晚上做了警儀的作為 要讓孩子社團放學 發口罩 那今天一早上來 我們也做了廣播 告訴各班教室的老師 對於戶外的課程 我們盡量減少維持室內 那孩子們可以就戴上口罩 避免眼睛或是呼吸道不舒服 那如果有任何狀況 隨時通報老師 那當然 昨天第一時間 我們也非常謝謝 包括里長 民意代表 議員們的反應 也協助溝通協調 那最後當然 我想包括環保局 我們未來 在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重新的檢視 我們相關檢測的項目 標準 方法 來好好的審視 包括通報以及應變的機制 所以我們會全面通盤來檢視 有必須要做修正調整的 以符合現在實際的需求 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通盤檢視 市長會不會覺得這次環保局動作有點慢 沒有即時公布讓市民安心水引發民怨 導致你早上才臨時加開這個行程 第一時間我們在對外說明的時候 確實可以做得更快 這個是我們會來通盤檢視 所以包括整個通報以及檢視的機制 另一方面我們會同步的來全面檢視 我們相關空氣比試監測的項目 相關的標準 以及使用的方法 我想才能符合現在民眾的需求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來通盤檢視 市長剛才編隊長在討論燈號的部分 對於停課的標準 目前的評估如何 目前環保局回報的各項數值 我們都持續監控 每小時會更新 而且不單只是在這個裡 我們在文山區 甚至各個行政區 我們都有做持續的監控 所以我們目前了解 都還在整個正常之內 但是剛剛也跟校方同學來呼籲 不要掉以輕心 所以在今天早上 我們持續的監控以外 也呼籲各個學校 必須要做好完全準備 校方也都做了因應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來監控 然後隨時做調整 市長為什麼昨天第一時間 沒有跟市民來做一些 因為台北市議員苗伯亞 就有這樣的質疑說 可能在早市府的時候 在這邊也沒有任何回應 所以大安文山的居民會比較著急 所以我們當然認為 我們絕對可以做得更快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來通盤檢視 所以當然第一時間環保局 先跟新北聯繫了解狀況 然後趕快的 就我們文山區部分 各個點持續的監測 然後每個時段不斷的 掌握數據 所以這個部分 怎麼樣能夠很清楚 第一時間 向所有市民朋友 說明清楚 我想這個是我們會來改進 而且未來可以做得更快更好 所以我們會通盤檢視 接下來會有一個 對SOP的建立嗎 未來如果發生類似事件的時候 第一時間可以給市民知道 我們會通盤檢視 所以一定會來從整個通報機制 緊急應變的作為 以及甚至我們對持續監控檢測的各個物質項目 還有相關的標準 甚至使用的方法 甚至可能相關的監測設備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個全面通盤的檢視 這個是藉由這一次我們好好的來通盤檢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當然我也要謝謝許多在地里長 昨天第一時間 也接到民眾很多的反應 那里長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也謝謝里長們特別前來 我想他們也接受到第一時間的民意 所以剛剛先跟同學們了解 同學們昨天晚上的確他們就感受到 在文山區這一帶 有濃煙有空氣的意味 那剛剛再一次問說 那今天早上在上學途中早上的情況 他們說比較沒有較少 但是我再次提醒校方的學生 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持續監控 林長可以講一下昨天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你們後續怎麼處理 因為一定很著急嗎 那跟市府這邊有做夢 昨天的狀況是從大概2點多接近3點 因為我辦公室在木造路市段 突然聽到消防之後 四五台消防就急死而過 因為我們里長本身有個賴群組 有個火災群組 結果看一下還沒有通報 然後看我因為我木造路五段 還是屬於我們木造的 我們那個國家裡的 結果煙蟲五段那邊冒起來 然後我就去找 因為群組上沒有公告吧 我騎著機車跟著消防車去找 結果發現是深坑 然後我有在群組 那個火災群組有通報深坑火災 只是後來市府一直沒有任何消息 說真的昨天到半夜1、2點 因為我那個博家那邊靠山嘛 整個路燈照下來是灰蒙蒙的一片 然後李明就會慌 所以這個是不是像市長剛才講的 我們以後的一套SOP 看在哪裡公告 至少在里長群組 讓我們知道能夠跟李明能解釋 至少在一個 今天大家在比較談的焦點是 有沒有毒 有毒嗎 有人說戴歐心 據我所知戴歐心是無色無味 根本就看不到聞不到的 那那農煙是什麼東西 包括像昨天的 有些誤傳出來說什麼 7萬顆鋰電池啦 7千啦 對阿到底有沒有這東西 因為一開始我們 找到的新聞是說紙箱悶燒 阿後來變成什麼 鋰電池 阿所以說到底它是燒什麼 有沒有毒 這些都需要市府 雖然說發生點不是台北市 那也請市府這邊能夠跟 當地的比如深坑那邊 新北市大家溝通 到底是燒什麼東西 阿到底撲滅沒有 到底是燒燒還是大火 這個都要由市府這邊 因為我們自己問不到 當然我們一直有 跟新北市這邊來保持聯繫 那當然目前掌握 他們雖然現在火是撲滅 但是還在避免 復燃的情形 所以他們還在做一些緊急的處置 所以我們都會隨時了解 像新北市了解 就是先從源頭 他們這工廠裡面存放哪些物質 而造成什麼樣子的 濃煙 那這當中含有什麼樣子的 是否有害的物質 這個我們都會持續 跟新北跑的聯繫 所以我們也會盡快的 釐清事實 而且確定即刻的 趕快向所有市民 同樣透過群組 包括除了官網 社群平台 新聞稿 還有各里里長的群組 我們會隨時 即時的來跟大家做一個 清楚的說明 請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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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決嗎 請問大家